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进行理性思考 其实是用边际思考的方式来继续往下延伸 因此可以找到了消费者的最事选择 还有厂商在产出跟投入的抉择 那最后当然就可以做出一个理性的决策 首先先进到主题一 边际思考你可以这样想问题 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分了六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向左走向右走 如何理性思考 第二个单元是大卫王的抉择 继续或者是退出 什么是边际思考 第三个单元是老板再多聘一个员工吧 什么是边际思考 第四个单元是变动量 邪律跟边际思考之间的关系 第五个单元是如何做出理性的决策 第六个单元我们进行这个单元的复习 首先我们来介绍 这个单元一 那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是人们如何来做决策呢 第二个是选择的原则有哪些 那通常我们分为 第一个取与舌的抉择 第二个是机会成本的介绍 第三个是边际思考 最后一个是有诱因吗 在经济学里面 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希腊文 okinamus 那它的意思是管理家户的人 就一个家户来讲 其实他有很多的事情要来决定 今天谁要来煮饭 谁要来洗碗 今天谁来倒垃圾呢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去日本玩 还是去美国玩呢 那就一个社会来讲 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要来做决定 比方说谁来修路 谁来种菜 那谁来生产机器呢 又比方说谁可以搭捷运 那谁可以住大楼 那谁可以吃大餐呢 那人们呢 又怎么样来做决策 那谁要投入工作 投入完工作之后的生产的成果 如何来进行生产跟产品之间的服务 那为什么要做决策呢 为什么这么事情需要来做决策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主要出现在资源有限的问题 相较于人们来讲 那人们因为欲望很多 欲望无穷 所以相对来讲 可以使用的资源就会相对的稀少了 那在有限的资源 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些决策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要如何来管理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分配 或者是如何来使用 这些有限的资源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经济学 要讨论的范畴的主题 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来介绍 那我们在抉择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原则可以来依循 那我们应该要来 怎么样来选择呢 第一个 我们会出现的选择的问题 其实主要是出现 有取跟舍的抉择 好 举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你的收入有限 所以你要如何来善用你的收入 你可能要决定 我多少的比例来花用 那多少来储蓄 那又比方说 现在我们知道台湾的土地稀少 那当然农地也有限 那这些农地 我应该要先来开放 来盖农舍 那哪些又只能农用呢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做一些分配呢 第三个 时间有限 那对一个学生来讲 那因为时间有些的关系 所以哪些是要来打工 哪些是要拿来准备课业的时间 哪些时间我又可以来参加社团来 来进行课外活动 当然你也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啊 好 第二个选择的原则就是机会成本 那比方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较容易来了解 什么是机会成本 我们为了要打工 可能必须要牺牲掉温书 或者是参加社团的时间 所以所谓的机会成本 正式的定义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为了要获取 或者是我要选择一件事物的时候 我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或者是成本 其实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那我们来思考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有哪些 好 书籍费 你要买书 你要念书 你的住宿费 你可能要住宿舍 或者是离家住到外面 好 你也可能要做什么呢 缴学扎费 那有没有其他的成本呢 其实我们在考虑这些成本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到说 我们不上大学 我们必须 我们不上大学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去工作 这个时候工作 我们可以赚取的一些薪水 或者是所得 那资格费用为什么不列入呢 好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 因为不上大学 其实你也要吃饭 所以 当你选择要上大学 跟不上大学 同时都会发生的成本 这个时候 这些成本就不需要列入 在我们的机会成本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 第三个原则就是边际思考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在经济学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或者是说要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假设 那个假设就是假设 人们是理性的 那我们基于这样子的前提 我们来进行边际思考 最后才有办法来做选择 怎么样选择 我们就开始想 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很可能 会出现了一些效用 或者是效益 那也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也就是成本 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考量了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的效益 或者是效用 或者是得到的受益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付出的部分 很简单 我们是用成本来考虑 那我们比较的时候 如果我们得到的边际效益 大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方案就要继续执行 举一个例子来讲 老板常常在决定 营业时间要不要再延长 这个时候我们增加的成本有哪些 比方说我要聘工徒费 我要增加的水电费等等 假设说那个部分的成本 我们用200块来表示 那这个时候我们增加的收益 可能是有额外的 额外的客人进来消费 这个时候我们的收益 如果是1000块 那当然对老板来讲 他就可以考虑延长营业的时间 最后一个选择的原则就是 有诱因存在吗 这是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可能会比较快 比方说我面对的是油价的上涨 有没有哪些诱因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那因为油价上涨 这个时候大家想说 我要减少一些家庭的支出 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做什么 改搭捷运 或改搭公车 少开车 或者是改骑脚踏车 或者是呢 跟同事一起共乘上下车 那当然这个是远道的 那进程的 那可能我就改用 走路来上下班 大家来想这个问题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想想看一个老师 怎么样来影响 学生的念书行为 有出现什么诱因 大家想想看 这应该是很有趣的问题 好 以上是这一个单元的内容介绍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单元见啰 谢谢大家